真的有一件衷心 對他會直接 喔他突然很喜歡這個女生 但當你問的時候 你看你看就這樣 就這樣 但當你問 塔爾燕 Chris Flow雙鷹男生日是超怪的2月29號 是我非常佩服的音樂人 他會製作 會編曲 會跳舞 會唱歌 來自Chin G Squad 在團裡面擔任製作人與編曲的角色 我很好奇這位雙鷹男到底內心要多有感情 才能做到這麼多的事 一起來跟他聊看看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MIRROR DEAR 訂閱生283水瓶座 歡迎來到星座系列 今天邀請的是Chris Flow 唐仲文 哈囉大家好我是Chris Flow 唐仲文 那是大家最害怕的雙鷹座 所有女性觀眾的大魔王 對 沒錯 你自己也知道 我知道 而且這個Chris呢 最特別的地方 他有這個世界上最難過的生日 對 2月29日 對 2月29日 生日到底要怎麼過 你就4年過一次嗎 可能平常沒有的時候都不要過 然後4年的時候 就給他過一個特別是很大的 喔 對對對 跟奧運一樣 對跟奧運一樣 跟竹球賽一樣喔 試竹賽4年一次 不會覺得特別落幕嗎 其實已經習慣了耶 那我還有想問的 就是我們都會查說 比方說我一二十八生日 就是那天生日怎麼樣 那你會不會這種資料特別少 對啊 真的嗎 會不會覺得 有點孤單寂寞 覺得冷 其實不會耶 因為我本身我自己就獨生子 所以其實我已經習慣了 從小習慣了孤獨 對 我們今天就會聊聊雙鷹座 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全民公敵 然後雙鷹座到底怎麼想 第一題呢 我要問一個單刀直路 直接最深入的 對雙鷹座來說 什麼叫真正的心動 雙鷹座真正的心動 我覺得不會是長久的 經營的 他的心動是 慢慢堆疊的 很直接的 很膚淺 什麼意思 越膚淺越好 真正的心動 通常都是第一眼看到這個女生 然後她覺得 你覺得她是你的菜這樣 喔 你現在是想偷打歌是不是 欸發生了 第一眼看到就是你的菜 喔 就是直覺的 就是出於最原始的衝動 對 然後不要管什麼 很聊得來啊 沒錯 這些什麼三觀合不合都 對對對 對我來說超重要 因為對你來說一點都不重要 對早上過我就開始個性嘛 那看個性怎麼樣啊 那價值觀啊 不是不重要 是那個時候的心動是最強的 喔 所以我可以理解說 欸要判斷一個雙鷹男 有沒有對你心動 他就是他有沒有 直接的對你傻笑 對你放電 對對對 你會有自覺的 煞到一個人嗎 會喔 就是我覺得欸 大家都講一見中心一見中心 但我覺得對雙鷹座來講 這個是成立的 真的有一見中心 對他會直接 喔他突然很喜歡這個女生 那你會很暈嗎 會喔 會喔 你暈會怎麼樣 重心突然間都轉到他身上 音樂不做了 舞不跳了這樣 欸有可能 真的假的 這麼暈喔 讓他自己生活的一些平常的習性這樣子 喔 我想問Chris你做過最暈的事情 是什麼 喔最暈的事喔 我記得我年輕很年輕的時候 大概18歲 那個時候有喜歡一個女生 嗯 他住在無星街 我住在板橋 我那時候為了就是有在追他嗎 就追了兩年沒有追到 基本上他就是冷啊 傳個訊息啊 然後我就是 他一出那個校航 我就是外套就P上去這樣 哇你是把他當很像千金大小姐 你是管家的 對然後就陪他從板橋 然後到 無星街 然後我再回家 然後回家通常都已經是 大概半夜12點一點這樣 哇 對然後幾乎每個禮拜都好幾天這樣 哇 那想起來 蠻浪漫的 有點笨 好啦那第二題想要跟Chris的是 你現在最想跟怎麼樣的人交朋友 交朋友 我其實 看看 我覺得就沒有在設限 因為我覺得其實雙魚座 蠻看當下的感覺 對我是蠻典型的雙魚座 因為可能會因為一個點我過不去 對這個人就突然沒興趣 就是可能別人不會care 比方說進到你家不穿拖鞋子穿襪子 生活小事 這個應該還好 但就是那種我會比較在乎 就是如果進到我家 然後我會在乎他說 這個人有沒有在在乎那個衛生習慣 禮貌 對 基本的衛生禮貌什麼的 然後雖然可能一見鍾情 但如果某個點過不去 那就自動把它移到封鎖名單裡面 不會封鎖啦 可能就這樣成朋友這樣 對這個也是我想問的 你們那種曖昧到後來啊 沒戲的時候你會選封鎖 還是把它歸類成朋友 我覺得會變成朋友耶 然後一樣會約出來吃飯聊天 只是自己默默把情緒刪掉 對我覺得就是一般的朋友 然後再觀望這樣子 但不會說直接封鎖 然後完全不聯絡 我覺得這樣太狠 但你知道很多人會這樣做 我知道啊 我相信會這樣做 我知道我知道 但雙魚座不會 接著就要問喔 那要怎麼判斷這個雙魚男 對我已經沒感覺 因為你說會當朋友喔 那你會有什麼樣的調整 他雖然表現的會好像 欸跟很好的朋友差不多 你可能也會誤會說 他可能對你有意思 但當你問的時候 你看你看就這樣 就這樣 但當你問 就這樣 討厭 就是當你問的時候啦 他就直接跟你說 欸我們就 我就是把你當朋友 雙魚座會直接講這件事情 那問人家不敢問怎麼辦 一定很多女生不敢問啊 問得很丟臉啊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會變成說 無限迴旋 對就是一直是這樣 有通常跨數內部先問 那就是先發難的嘛 雙魚座可能就會直接把所有的 一切都告訴你 對一切都會透露出來 那雙魚座就是這樣子啊 就很容易傷到別人 那他也不想傷到別人 不小心的 我才不要幫你講話 你絕對不是不小心 欸 我覺得雙魚座有時候就是 只是不希望傷害到別人 所以不願意去告訴別人 真正的想法 喔 不願意打壞這個 這個 關係 關係 維持表面的和平 那你應該弄一首叫表面的和平 欸 不錯吧 哇 我現在懂 懂雙魚座在想什麼 就是我其實沒有要騙你 我跟你曖昧 但沒感覺我沒有要騙你 嗯 但我出自於為了想保護我們的 友情友誼 所以我選擇不跟你講 但如果你真的來問我的話 欸 我什麼都可以跟你講喔 只是我需要你問 對就是 最後的答案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 對 然後可能就會漸行漸遠 那雙魚其實不會主動做這件事 通常都是女生聽到雙魚的結論之後 然後他們就覺得 欸那你在玩我喔 喔 你是不是在玩我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對 我不知道 那你是不是 你自己判斷 這個月開始呢 米露會固定舉辦每個月的workshop 可能是跟星座有關的 或是跟瑪雅圖騰有關 或跟人類圖有關的 那我希望透過實體的活動呢 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個性跟自己的性格 同時呢 也可以透過這個活動 認識一起來參與的朋友 我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中間點 然後讓相似的人都聚集在一起 彼此也變成好朋友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活動訊息的話 可以點影片下面的連結 這段內容呢沒有時效性 因為每個月都有 所以不管你在什麼時候看見這支影片呢 都可以點下面的資訊欄看看 這個月有什麼好玩的事情會發生喔 好 再來一個地獄二選一 你最近有沒有玩過地獄二選一 最近有喔 最近有 我出一個 出一個很厲害的 好 頭很臭不洗的女朋友 跟永遠不刷牙的女朋友 你要選哪一個 我會選不刷牙 不刷牙可以接受 沒有 因為他可以用漱口水啊 漱口水給殺菌啊 但不洗頭真的是感覺有點恐怖 不洗頭頭會發亮 好 再來下一個 怎麼是最好的前任 我覺得最好的前任就是 分手之前大家都很好嘛 但是分手之後他不會去影響你的生活 然後大家各自都過得很好 然後Maybe也還是普通的朋友 我們都會互相彼此祝福 對方都能過得更好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前任 那有些前任就是會攻擊你 然後搞些有的沒的 那個人就不要理他們 對呀 這個就不是好的 這個就不是好的 但有人會說 最好的前任就是都不聯絡 就是最好的 就是不要打擾到對方啦 禮貌的關心就好 禮貌關心也先不要 都不要 都不要 那你就是都不要聯絡 你講那麼太慘 暫時要先給彼此冷靜的時間嘛 那可能過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大家都過得都還不錯 那可能有關係那些那再說 好的好的 下一題想問 別人眼中的Chris是怎麼樣 我聽到的都是說我自己 好像都很安安靜靜的講話 你講Chris 那跟你講親戚Squad的團員 團員是怎麼形容你的好了 他們就是覺得我 嘎笑 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自己很多面相 那可能團員們也只看到一面 你說團員們也那麼熟 還只看到一面 對可能 為什麼 沒有因為我自己其實很常很high 對但是在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又會很悶燒這樣子 你等一下 我想知道你所謂私底下自己很high 怎麼樣自己看劇的時候 我會 沒有我之前 我玩遊戲啊或什麼的我會 我會直接跳起來 對 贏了這樣 我的 贏了 排位上升這樣 對 情緒起伏比較大 可是在朋友面前就比較硬 對 我就是會比較熟練 喔 Total Games說 剛剛Chris進來的時候啊 我在充電 然後他就默默在旁邊照鏡子 這是我覺得是一種 悶燒的表現 悶燒的表現 喔 好好好 那假如說我是女生 然後我現在也喜歡你 因為我們有一群共同朋友 對 那我怎麼可能觀察到 你對我有好感 因為你就很ㄍㄧㄥ啊 很悶燒啊 我覺得雙語座他的好感是很直接的 他要嘛就是會直接跟你講說 欸我對你我有意思 要嘛就是會一直關心關心關心 對啦 開始的時候會講 但結束的時候不會說 也會說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有bug的 就是他不願意去傷害別人 他不想當壞人 所以他會不願意去承受 去傷害到別人的那個責任 對 有有有我得到了今天這支影片的標題 雙魚座就是不想當壞人 對雙魚座不喜歡當壞人 OK好 那如果 Chris遇到很難過或失戀的時候 你通常會怎麼處理 我都是 自己躲起來 對我會去找事情分心 像比如說創作 或者是去運動 或者是出去找朋友喝喝酒 然後講一些幹話什麼的 對我覺得這些都蠻疏壓的啦 那需要別人的關心嗎 是渴望有人可以在這時候關心你 還是不要來煩我 當然會希望有人關心啦 但就是 雙魚座因為他情緒起伏比較大嘛 對他就是 水一下是 就是你知道滴水可以穿死 有時候又是很柔軟 所以 你就是要在適當的時候關心他 不然其實對他來說 會是一個壓力 對對對 對他不能講太多了 我同的看時間 茶言觀色 好很多耶 跟水瓶座差不多 很棒 好的 請問可以接受曖昧 還是你的感情裡面只有0跟1 我可以接受曖昧 雙魚座是一定要有曖昧這個東西 可以同時很多個嗎 那取決於他自己決定要不要做這件事 喔 那我來假設就是一個 你比較喜歡 但另外一個你也覺得 他們對你有好感 那你會去跟他說 跟這兩個另外你不喜歡 說先不要 還是就放著 因為你覺得那也不是你的事 過去的我會選擇就是 都來 都來 但我後面會覺得 你會去做比較嗎 因為你會 後來會希望說 會有個穩定的感情 雙魚座其實也蠻渴望穩定的感情 但是呢 雙魚座其實也蠻渴望穩定的感情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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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對於穩定的感情的條件 太過完美 來來來 有幾條 像我嘛 我會覺得說 我今天如果要一個穩定感情 我一定是希望說可以走很久 但我前面就有提到說 可能有一個點不對 那就不行了 對 可能就不行了 等一下你的走很久是多久 一輩子 一輩子啊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就是一輩子啊 但如果真的不行 通常都是 一些雞毛蒜皮可能過不去的點 但是對雙魚座來說 會是一個很重大的點 嗯 那理論上是希望以過一輩子為前提 對啊 一個人在一起 你覺得這跟年紀有差嗎 有 大概幾歲的時候開始有 要跟一個人一輩子這個想法 我覺得他會2728吧 喔 你為什麼要自己笑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對大家來講有點晚 你知道嗎 你現在有可以講年齡這件事嗎 就30 30幾 30好幾 現在反正 Chris是一個完全看不出來 超級娃娃臉的一個人 幾歲就不要講你們自己去查 對 好 不重要 我接下來念幾個雙魚座的特質 如果是的話你就點頭 不是的話你就盡力否認 對喜歡的人很被動 沒有 第二個 超級無敵沒有安全感 對 喜歡跟喜歡的人鬥嘴吵架 No 沒有 不喜歡發訊息也不喜歡打電話 沒有喔 喜歡 喜歡 好那我今天查的這個網站不準 大家不要去查 沒有安全感就對了 對喜歡的人會很主動 然後也沒有喜歡跟人家鬥嘴吵架 會主動發訊息跟打電話給喜歡的人 對 對於只對於喜歡的人 喔 好的 最後一個 你覺得你是戰友欲很強的人嗎 我是啊 他的世界裡面只能有你 對啊 哪個人不是這樣 嗯 你們哪個可以就是說 欸 可以有另外一個人進來 是不行 對啊 嗯 好 還是你覺得精神出軌跟肉體出軌都 沒有啦 沒有啦不是這個意思啊 就是說 那你的另一半可以有交友空間嗎 他可以跟異星朋友單獨去吃飯嗎 單獨去吃飯可能要真的要講清楚 而且我不知道是誰 喔 對阿如果都不知道不行 最好一起去這樣 不用啦 我覺得一起去尷尬 哈哈 我會突然打起來怎麼辦 好 那請Chris給想追雙魚座的人 三個建議 第一個一定要非常有耐心 因為他沒安全感 剛剛講到沒安全感 所以你要給他十足的安全感 之後他慢慢的建立其他的 對你的信任之後 他才會慢慢把他乾淨 欸應該說 剛剛有講到說雙魚座直接會投入嘛 對 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 如果你要追他 通常追雙魚座代表雙魚座一開始對你是 還好 哈哈 我理解 你懂嗎 因為還好所以要很有耐心 對然後你要 你就是慢慢要滲透滲透滲透進去 對 那雙魚座剛剛 反過來講雙魚座如果對你很有意思 他就是會直接跟你 直接直求對決 對直求對決 對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 還有一個就是 雙魚座比較脆弱 你對他太直接 那他可能會覺得 你講這些話其實是真的 我很受傷怎麼樣怎麼樣 他內心比較 有一半其實有點像女生 有一半其實就是大直男 他的面相會切來切去 雙魚就是兩條魚啊 哈哈哈哈 對吧 陰跟陽啊 哦 所以有時候他可能會很大蠟蠟 那有時候又比較纖細的一面 然後就要去顧及到 不然就會變成大家通常講的 雙魚座很能格分裂啊搞不懂啊 對對對 其實沒有那麼難懂 沒有那麼難懂啊 但是有時候 因為雙魚就是 你說沒有那麼難懂 其實也有難懂的一面 哈哈哈哈 雙魚就是兩個面 這只有兩個而已 不會太多了 對 OK 掌專輯囉 OK 你跟我說一次怎麼唸 Spread Spread 最近呢 Chris Ford發行呢 他的首張全創作專輯 Spread 沒錯 身兼多職 對 這張Spread專輯是我第一張實體專輯 然後現在就在全台各大通路都在販售 對 串流也可以聽得到 對然後這張專輯呢 叫Spread 就是我希望比較貼近於我 所以我就是利用水的這個概念 在做這個 潮到出水 雙魚座 沒錯沒錯 水 然後裡面很大部分都在寫比較感情 比較細的東西 那也很貼近我這個人 因為感情的部分我希望它跟水一樣嘛 可以擴散到不同的容器 喔 水變成不同的容器都會不同的形狀 對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他們就是不同的容器 那我希望這個感情可以傳達到每個人的心裡 有分哪一首歌是你覺得很適合今天來介紹一下 符合今天的主題 我覺得喔 怎麼剛好你是我的菜 對 因為剛剛講到雙魚座其實就是很直覺的很直接的嘛 比如說你是我的菜我就直接跟你講 欸你是我的菜 對對對 但雙魚座我剛剛有講另外一個就是 雙魚座它比較會從100分開始扣 我剛剛要幫你幫你補充這件事情 是喔 人家是做加法慢慢累積 雙魚座是做減法 從100分開始扣 OK 對我第一次認識Chris Ford呢是從Cincy Squad 然後那時候我就Tinner 然後很喜歡就去爬文查資料 是 他就發現Chris是這個擔當製作人以及編曲的角色 那所以呢 整張的專輯裡面的Beats 我覺得都很厲害 謝謝 各種變化 然後我覺得非常多才多藝 然後認識Chris之後才知道他是個B-boy 然後平常還會在那邊跳舞 就是想說這個人到底多忙 但都自己喜歡的事啦 很開心啦 對 那偷偷問如果我要出下一首歌 那我账你演一首這樣多少錢 我們吃一下彈 我們吃一下彈 B 好不能講 OK好啦 今天謝謝Chris來玩 那希望大家有擺脫對雙魚座的無悔 其實更多的認識 然後想聽更多Chris的音樂的話 現在就可以打開你任何的串通軟體搜尋 Spread 就有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去Chris的IG看看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小朋友 練習在等下 還有呢 我們先別忘了 打開你 知道 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 一件事情 感谢观看